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真观点 我是真飞 今天FBI的局长Christopher Ray出席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 就川普遇刺事件接受国会议员的质询 比两天前出席同一听证会 但几乎什么都没有披露的特勤局长是好一点 Ray虽然也没回答出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但是他还是披露了不少关于凶手这一方面的信息 其中他说了几句话 尤其让人不安 我们先来说说Ray披露了哪些信息 在听证会开始之初他就澄清 尽管大家对于特勤局的表现 对当时现场的侦察不力 决策迟缓等等的问题很感兴趣 但是FBI不负责这方面 他说FBI主要是调查与凶手相关的一切 包括动机 暗杀之前做的准备 如何去执行暗杀等等 那么在这个框架之下 他又披露了哪些信息呢 首先是关于这个凶手Crux的人物形象 和此前对Crux同学采访所得到的描述一样 Crux古怪 不愿与人说话 是个独行侠 FBI通过对Crux的手机电子设备进行检查 发现他通讯录里的联系人少得可怜 比一般人所有的正常规模的通讯录相比 Crux手机里的联系人呢太少了 无论是潜在的面对面的接触 还是在网络平台上的交流都寥寥可数 显得很不正常 而且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FBI能够access 能够打开和查看Crux的手机 还是在突破了一个重大的技术挑战的情况之下 才做到的 按照Ray的原话来说 就是突破了一个significant technical challenge 一种的事情是我们专门的确实在专门 以后来试试要努力 的心理,他的意见 他的心理,他的意志 他的感受 除其他人的整个人 的整个人 专门信息 的工作 他在最后发现 他的手机 为什么呢?因为Crux的手机加密了 你想啊,能够让FBI定性为是一个巨大技术性挑战的级别 20岁的Crux的加密技术,反侦查的技术很不一般啊 而且FBI还发现不单他的手机加密了 Crux一直使用的还都是加密的通讯APP 就是这样,目前从他的手机社交账号当中所得到的信息还很是有限 Ray说FBI仍然处于调查的早期阶段 FBI可能永远都无法访问Crux的所有社交媒体账户 因为他们无法破解那些加密的账号 他顺带还谴责了一下那些开发加密应用程序的工资们 所以到目前为止Crux暗杀的动机为何 至今仍然是个谜 但是基于目前发现的信息 Crux对于公众人物似乎表现出了独特的兴趣 他的手机里面有川普的照片 也有拜登的照片 还有一些其他知名人士的照片 不过这种看似是没有目标的兴趣呢 从7月6号开始就聚焦到了川普在宾州Butler的集会上 目标也就成了川普 这一天Crux报名参加了川普的集会 并且FBI从他的电脑记录中查到 这一天他在网上搜索了奥斯瓦尔德距离肯尼迪有多远 这样一个问题 奥斯瓦尔德是谁呢 是当年射杀肯尼迪的枪手 这个问题说明Crux在衡量他要距离川普多远 才能够击中目标 1963年的时候肯尼迪在德州的达拉斯 遭到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射杀 根据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报告 当时奥斯瓦尔德射中肯尼迪颈部的距离是 174.9到198英尺之间 大约是53米到58米的距离 而Crux当时距离川普的距离是135米 大约是肯尼迪遇刺时的两倍还有多 那另外一个鲜明的人物特点是Crux 是一个相当狂热的射击爱好者 FBI从他的家里搜出了14把枪 此前AP也曾报道过Crux在高中的时候 就参加过步枪队的选拔 但是因为枪法不佳而被拒绝了 后来呢他又加入了当地 Clariton Sportsman Club 他和父亲都是这个club的成员 那这个club是训练当地执法机构成员的一个club 培训的内容之一就是射击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Crux的枪法 是执法机构训练出来的 这个俱乐部有一个为大火力步枪而服务的 射程可以达到170米的户外训练场地 在7月13号枪击发生的前一天 也就是12号的时候呢Crux还去到了这个射击场所 用他枪击川普的AR15步枪进行了练习 这就是目前已知的关于枪手的人物形象 是一个古怪的却有着不容小觑的 电子设备技术的狂热射击分子 至少为暗杀川普准备了一周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FBI局长Ray披露的 Crux为暗杀川普所做的准备 Ray说枪手至少三次到访了集会的现场 第一次是在集会的一周之前 在Crux决定要在集会上开枪之后 他去考察了地形 第一次呢他逗留了20分钟 第二次是集会的当天上午 Crux在现场待了大约70分钟 第三次就是集会开始前的两个小时 大约是在下午的3点35分到4点之间 他带上了从当地一家枪支店购买的50发5.56毫米的子弹 和AR步枪抵达了集会现场 后来呢FBI是发现他的车上装有两个爆炸装置 还有一个被他留在了家里 那两个在车上的爆炸装置有接收器 是可以远程引爆的 而Crux将遥控引爆器带在了自己身上 但是根据Ray说车上的爆炸装置的接收器当时并没有被打开 因此就算Crux通过远程引爆爆炸装置也不会爆炸 时间到了4点钟左右的时候 Crux在集会现场呢还飞起了无人机 他通过手机连接观察集会周围的环境 无人机飞行了11分钟 期间他进行了Livestream 就是直播来观看这个环境 但是奇怪的是无人机飞行的区域啊 并不主要在讲台 不在川普讲话的周围 而是离讲台很远 距离180米的那个区域飞行 FBI的怀疑是Crux呢 是想看清楚他背后的环境 而无人机扮演的作用呢 就像我们开车的后视镜一样 看看背后发生了什么 我们都知道Crux开枪的时候呢 是在一个开放的屋顶 那么他想要看后面的环境 有没有可能他担心 这背后有便于掩藏和埋伏的地理位置 让他在子弹还没有出塘的时候 自己就被后面的 比如说像特勤局的人 或者是当地的执法机构给毙了呢 我们来听听看Ray对于无人机和爆炸装置的说法 Director let me go back to where Mr. Bishop was tell me about the drone you act like you wanted to fill us in on that fill us in so we have recovered a drone that the shooter appears to have used it's being exploited and analyzed by the FBI lab the drone was recovered in his vehicle so at the time of the shooting the drone was in his vehicle with the controller in addition our investigation has uncovered do you know what time of day he flew it and if he flew it on the day of the shot so in addition it appears that around 3.50 p.m. 4 o'clock in that window on the day of the shooting that the shooter was flying the drone around the area about 11 minutes I want to be clear but when I say the area not over the stage and that part of the area itself but I would say about 200 yards give or take away from that we think but we do not know so again this is one of these things that's qualified because of our ongoing review that he was live streaming you know viewing the footage from that again about 11 minutes in around the 3.50 4 o'clock p.m. range two hours before he's flying a drone in the vicinity of the route about 200 yards away okay that's important information what about the bombs that we've heard about in the shooter's car so again the FBI lab is exploiting those explosive devices there were we've recovered three devices two in his vehicle and one back in his residence are these what you would call your experts would call sophisticated operations or this I mean I don't know that's what I've been told by people who have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is area yeah I think it's we've seen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less I would say these are relatively again keyword relatively crude devices themselves but they did have the ability to be detonated remotely and so to that point in addition to the two devices that we recovered out of his vehicle there were receivers for those two explosive devices with the devices and then on the shooter himself when he was killed by law enforcement he had a transmitter with him now I do want to add one important point here was at the moment it looks to us again ongoing review and I can't say that too many times at a moment it looks like because of the on-off position on the receivers that if he had tried to detonate those devices from the roof it would not have worked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 explosives weren't dangerous Ray的陈述里呢 有更多的弦外之音 不管是提问的议员 Jim Jordan 还是FBI的局长Ray 都提到了这个案子 似乎比表面上看起来 更加的复杂 包括Jordan说到 他从知晓案情的人那里听到 这是个复杂的案子 Ray也说 在爆炸装置上 他们看到了 更多精细和复杂的细节 尽管Crux的爆炸装置 还是相对粗糙的 而且在前面那一段 关于手机解密的对话上 Ray也说了 对FBI来说 都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 基于这些信息 Ray就说出了两句 信息量很大的话 FBI担忧此事 不单是潜在的 受外国恐袭激发 而导致的袭击事件 还可能是与外国直接合作进行的恐怖袭击事件 并且FBI对于这两种可能性的担忧 正在随着调查的进行而与日俱增 基于此Ray还透露说FBI发现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 正在大选年试图影响美国的选举 他其中提到了中共和伊朗 他说南部边境的漏洞非常容易让恐怖分子得逞 他越来越担心恐怖分子可能会利用美墨边境 和其他美国的入境口岸的漏洞在美国发动袭击 而袭击也根本就不需要很多的外国恐怖分子就能够发生了 这样的推测乍听下来难以置信 特别是Ray说的可能还牵扯外国恐怖势力的直接参与 但是回过来想一下一个20岁的年轻男士 有Highly Encrypted Devices就是有高级加密的设备 以至于FBI都很难去访问他的所有的电子设备和他的网络账号 加之他还有三个爆炸装置 而且还不是自制式的 是相对精细并且可以远程引爆的装置 虽然当时爆炸装置上的接收器关掉了 就算Crux按下远程遥控键也不会爆炸 但是Crux会准备到三个装置 甚至带两个装置去到现场 就非常的像恐怖袭击了 他的目标就不只是川普那么简单了 还有当时参加集会的美国人们 Ray在听证会上还说了一句 这是他在执法单位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 最复杂的一起威胁事件 这样一个评论如果只是描述此前 我们普遍认为的是对川普的暗杀 也未免太夸张了吧 所以在性质上呢 有预谋的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正在变大 在听证会上披露出来的其他信息呢 还包括Crux在暗杀之前 购买了一架1.5米高的长梯 但是这一架梯子当天并没有被带到现场去 Crux是顺着那栋建筑侧面的管子爬上屋顶的 在枪击发生之前 有三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是Crux开枪之前 大约一个小时的时候 一个半月前面被针枪 当地判伤了那个人 会见到一个人 在那边 他当时 人跟人 说 我忘记了方式 我 Labor节目 看到他跟这个地道 并没有预论 有盾伤 但有 upper 他们ERE被针光 我们在闧场上 这是第一次 就是这个第二好几分。 manuscript before the shooting, where local law enforcement observed him on the roof, but they didn't see a weapon, is my understanding, at that point. And at that point, their level of concern obviously, was even higher. And then there's the third moment, which is that moment 当地的司法机构看不到库克斯的武器呢? 是因为库克斯的AR步枪有一个可以折叠的枪托 瑞说集会上第一个看到库克斯拿着枪的人 是在他已经站在屋顶上开枪的时候 准备开枪的时候才观察到的 FBI通过对多位目击者的询问 是还没有找到任何目击者看到过库克斯拿着枪走来走去 而可折叠的这个枪托可能就能解释 为什么人们当时没有提早的观察到这把枪 这基本就是FBI局长在听证会上透露出来的 关于枪手克斯的这一边的信息了 最让人震惊的是 这可能不是最初人们以为的一起针对川普的击杀事件 而是潜在的可能受外国恐怖势力启发 甚至还直接有外国恐怖势力参与的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事件 朋友们觉得这种新的推测的可能性大不大 如果觉得大到超过了50%留言给我打个1 如果觉得还是之前的可能性更大些打个2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稍微有点阴谋论的味道了 就是官僚们在往外甩锅甩到俄罗斯的身上 好转移目前美国国内认为此事就是因 左派对川普政治迫害而引起人们仇恨的 这样一种narrative这样一种叙事的这个视线 从而平息人们对于那些迫害川普的政治势力 比如说一些左派的怒火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如果您赞同这种可能性留言给我打个3 这样的推测其实也有一定的依据 在听证会上佛州的共和党议员马特·盖茨 问着问着就问到拜登去了 当时瑞尔是被问的一脸懵 我们来看一下他当时的反应 他在选择这些时候 对你通过来的军长 你问这些人的军长 你认为这些人是在军长的架组 你自己发现军长的架组 要是在军长的架组 有没有人的架组 是在军长的架组 有没有人的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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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架组 我想說,在我的任務中, 我通常知道你的任務中? 我在我身上是在影響到附近的 對ご意見? 在距離我所在的影響 動作者在的話, 就在我的內容中 在我的影響有任務中 在我的這種現方面 我沒有見他在驅逐步 是否正確定我們的 影響往前不打死 我也沒有在地上 這裡附近我就不打死 你也有否写在我身上 印象中,我他有否写在我身上 写的事情 而言,我觉得他在这个设计 他说他可以永远 写上了一位 所以所以你会写的 FBI,我只是想像了 你不知道他会写的 国内 如果有什么 不可能 你会写在法律里 现在 是不是要知道他有任何人是在同一旁的路上有任何人是在這段落之下? 那在今月的任何人是在任何人看待實際上? 我只想她知道他們看在任何人這位置身上是居住的 而且你看過在任何人說話的動作 他們說有任何人說她是在這種話嗎? 我當然知道她不是說在那一半的動作 她是有任何人說她是在任何人說的 the most complicated threat environment you've ever observed over a long career in law enforcement and i'm just kind of wondering with this assassination attempt with the invasion at our border with all the hamas that have been let in that you've talked about and briefed about like is biden up to it and if he's not up to it and you're a guy who's been regularly briefing him like who who's been in on this conspiracy to hide the real joe biden from all of us for years it never occurred to you that this guy wasn't up to it in all these briefings you did as i said my briefings with the president have all been completely fine uh were they between 10 a.m. and 4 p.m. there hasn't been anything of note in the area that you're talking about did you ever have to brief him before 10 a.m. or after 4 p.m. we hear those are as good hours i can't i've certainly times that i have briefed have included outside those hours right okay i just you know i i think the american people want to know how we got to this point with someone who's very so diminished his own party has basically put him out to pasture and since you had close proximity and the vice president had close proximity i'm just kind of wondering if if you were being straight with all of us about how things were going with him i guess we'll have to figure that out you can counter me to be straight with you sir we'll see 注意看当马特盖茨问Ray 你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给拜登汇报的吗 盖茨左后方的这个女士憋笑憋得好是辛苦 还有Ray右后方的男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就开始一直紧拧着嘴 i briefed he's asked questions there hasn't been anything of note in the area that you're talking about did you ever have to brief him before 10 a.m. or after 4 p.m. we hear those are as good hours i can't i've certainly times that i have briefed have included outside those hours right okay i just you know i i think the american people want to know how we got to this point with someone who's very so diminished his own party has basically put him out to pasture and since you had close proximity and the vice president had close proximity i'm just kind of wondering if if you were being straight with all of us about how things were going with him i guess we'll have to figure that out you can counter me to be straight with you sir we'll see 特别是Ray最后的回答是不是睁着眼说还要别人相信他呢 所以咯 这样的说法肯定会招致川普的骂声 很快川普就喊话说要Ray辞职 说他涉嫌在关于拜登精神能力的问题上 向国会议员们撒谎了 应该辞职 川普说雷局长应该立即辞职 持续FBI的职务 并且停止每次只要一有机会就对国会甜言蜜语 任何人都能看出乔拜登在认知和身体方面存在缺陷 如果你看不出来 你肯定就不能管理联邦调查局啊 朋友们 你们说呢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浅浅的聊到这里 期待很快会有更多的关于暗杀事件的调查进展出来 订阅真观点 我们一起来追踪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了 离开之前请给我点个赞 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 我是爱你们的真飞 那我们很快又再见咯